海岸边海水一波波拍打上岸 但仔细一看 海水竟然呈现鲜红色 和后面蓝绿色形成强烈对比 一整片红彤彤大海 当地人也没见过 发生景象发生在基隆大五轮沙滩 有民众拍下这鲜血染海的惊悚画面 不少人以为是海洋遭到污染 发生赤潮现象 没想到是乌融一场 我昨天只用大概三瓢而已 只三瓢就达到那个效果了 我从早上十点多 一直待到下午五点 然后四点都终于拍导 我觉得很高兴 然后看见那样的离岸流 原来这鸿海根本不是污染 是海大研究生 为了研究离岸流现象 将食用六号色素倒进海中 拍摄离岸流形成状态前后的海水现象 无害不会污染海洋 海大研究生做研究计划 私自把色素倒进海中大搞乌融 虽然有汉食药署爆被 也不会破坏环境 但市府还是声明 实验前依法得通报 未来如果再有类似情况 将会开罚 三选林俊华温有连基隆采访报道